應該是會這樣想 突然之間找不到控球的準心 所以連投了四顆壞球 保送帶打的姚冠偉 直棒還有加速 最快曾經投到一百五十公里過 打在了右半邊 林祖傑沒辦法籃向來 球穿越行程安打姚冠偉 這時候通過二壘技術往三壘推進 今天其實獅隊換上來的牛棚投手 投的都不輕鬆 就可以飛不過去 今年上一軍的時間點比較晚一些 但這一個變化球執行得相當到位 調到了打者李宗賢揮棒落空 遭到三陣 往外側蹲 這一球打進場內林祖傑收起來 選擇距離短的二壘 結果二壘審說有抓到 最後會出一束 發生在二壘的封殺 應該是要挑戰的 看起來是會挑戰的 挖得蠻快的 一壘爬得遠是林哲兵 林哲傑 船得有一點歪掉了 這個球有可能沒有確實的接好 對 這好像沒有接好 有彈到地上了 因為這個球進到他的手套 是蠻快的 所以應該 應該往一壘船 可能會比較 不會那麼匆忙 所以這個時候 組成也宣告 富邦挑戰成功 把這個第三處理數給救了回來 這個球出手 王正堂這一棒掃到了右半邊 最後追著過去 球打在全打 牆上形成安打 這時候二壘上的林哲兵 要準備回來得分 原本在一壘上的高果林 這時候也要繼續的往前推進來到三壘 或者是讓狀況比較好的投手 有休息的時間 放過程打 第一個球 中間方向穿越 三壘上的高果林要回來 二壘上的王正堂 也有機會回來得分 這一戰帶有兩分打點 現在球軍 球數是多給葉子亭 對 再怎麼樣想都一定要來 結果147公里 沒有進好球 帶四萬球保送 一毫兩塊的球數 一毫兩塊 兩出局滿累 九局相伴 富邦的最後攻擊機會 結果是再見三陣 球軍外角訴求 主審阿公 比賽結束 輪到的是胡金龍 這一球打在一二壘中間直接打穿 那這樣葉子上面跑走回來 應該是沒有問題 看看二壘上面會不會也回來 突回來沒有問題 會一棒兩分 哇 比賽一開始 一根出局的情況之下 胡金龍敲出了帶有兩分打點安打 昨天有一點靠著對方的思路 但今天前面這兩分是扎扎實實的安打 攻擊的技巧本來就很好 所以鎖定比較高的位置往右半邊來帶 剛好打穿了一二之間 曾經這顆球 其實趨前也蠻快 傳得也蠻準 但可能多了一個彈跳 如果是不要有兩個彈跳 差不多一個彈跳 進到送家兩個手套 應該還有機會可以抓林子 是 都開始了 打低球的能力都還不錯 昨天的好手感 也是繼續延續到今天 這又是秦城一直長打 胡金龍衝過三壘要回本壘 沒有問題 船歪掉了 拿下第三分 而且蘇智姐還繼續上到三壘 感覺像昨天的手感大家都還有留著 沒有因為睡了一覺而忘記 其實就有點失頭了 原本是想要放在外角 跑到本壘板中間的近臉位置 原本以為可能胡金龍不見得跑了回來 但最後還是安全的回來一本壘得分 關鍵應該是沒有傳得那麼準 是 穿大批了 很久沒有這樣跑了 今天晚上說我